各位学员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进入 第二个范例,就是 Pulse模式的范例2 那这个我们是针对 上一个范例的程序来进一步的这个精致化 也是优化 那么 将其中的PriorAdapter类呢 跟MP3的 这个类两个把它合并 成为PriorStop 那我们先回头看一下 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我们 之前的这个范例的基本结构 就是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的用意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要优化的意思呢 就是 把这两个 把它合并 就是让它 让它来 实现 这个 I Prior的这一口 让它来实现 I-Prior的这一口 然后呢 这边就直接 继承它 直接继承它 OK 好 那这是我们待会要优化的 一个地方 其实呢 这个都道理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其中就是一个抽象的 的类 这个类里头呢 全部都是抽象函数 它只是把这个抽象函数把它移过来定义在这里而已 其实呢 非常的简单 我再说明一遍 当我们把这一个 这一口把它移上来 让它来implement 其实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一口就是一个 抽象的类 每个函数都是抽象的 所以这个可以变成一个类 但是每个函数都是抽象的 然后呢 把这抽象函数呢 把它移上来 放在这一个类的位置 所以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把两个 这两个把它合并 OK 是合并而已 好 那我们再回到 刚刚的这一个 例子咯 我们再回到这个例子 你看 这里都把它合并起来了 有没有 把原来的 这个东西就把它合并起来了 有没有 看得出来吗 这个把刚刚这个东西把它合并起来了 好 那我们在 在这里呢 有很多人会问我一些事情 就是说 那这里头的 这一个 Plexi 的这一个pattern 为什么看起来的结构 看起来结构呢 跟这一个 看起来的结构呢 跟这个 Gong of 4 就是 Gong of 4那本书的 这个结构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所以我们再 回头看一下 Gong of 4 的这一个 结构图 在这里 Gong of 4的结构图呢 是长这样子 是长这样子 对吗 好 那现在我们仔细看 这是一个Gong of 4的结构图 这是一个抽象的类 那么如果 这一个request是 抽象函数 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圆圈 我们有说过 这一个 如果这一个类 里头的 函数都是抽象的 而且只有函数而已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圆圈 所以如果这里头是一个 纯粹抽象的 一个类 那么它就等于 它实现了它 因为 这里都是抽象函数 它一定要实现 所以等于是实现了Gong 那等于是 实现了Gong OK 它也是 实现了这个Gong 当实现Gong的时候 我们平常不这样画 我们平常呢 画出来是 它也有一个Gong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Gong呢 叫做 IP好了 那这个叫IP 也叫IP 所以就变成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有没有是分开的 分解的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呢 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来 往下看 有没有 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 你看 刚刚是不是把它分解了 是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有没有 有没有看出来 如果把这个东西恢复到变成零形 变成方形 如果把它恢复到变成类 所以 所以是它 继承这个 继承这个 Superclass 然后呢 它也继承这个 Superclass 有没有 所以就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两个的结构 我们用圆圈 其实就跟 这个 刚好4的 这一个 啊 啊 这一个 啊 Proxy pattern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因为 我们把这个基类 改成 接口 而已 啊 那它 这个是一个基类 一样 你把这边 变过来 跟这边变过来 是一样的 OK 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的 比方 有没有 这里 原来 是 这一个基类 我们把它变成两个圆圈 各自带开 有没有 各自带开 那就等于 刚刚的这个例子啦 有没有 我们现在再回来喔 你看就等于这个 好 一样 它是变两个 各自带开 有没有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啊 其实 它就变它的分身 是一样的道理 OK 是一样的道理 好 那我们就是把这合并下来 那变成了 他扣他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扣他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扣他们 这就是这个这口 这这口里的函数 好 那 他扣他们了 因为在这里是抽象的 所以呢 那他会再往这边扣 那他会再往这边扣 所以就扣到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Ploxie pattern 有没有 当你把 这个东西变成 变成一个类的时候 把这个不要 变成类的时候 那么他就继承它 他就继承它 有没有 然后这个东西就 就回到了 就回到了 Gongle 4 的 那一个 Ploxie pattern 有没有 这个Ploxie的 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OK 就回到这个 Gongle 4的那个结构啦 OK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我们 实际的这个代码怎么写咯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 Ploxie的类跟 Stab的类 遥遥相对 所以呢 这一个叫做 Stab Stab呢 是插在 这个这个的中间 有没有 插在 这一个by的 跟这个的中间 插在这里 那这叫PloxieStab的这个类 它两个都implement iPlayer这一口 那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这一个 非常有名的 是PloxieStab的设计模式 那这个呢 是 在这一个 算是呢 由这个Gongle 4的 这一个 基本的 Design Pattern 所组合成的一个 稍微高阶一点的 Design Pattern 那也算是 这个Ploxie的 Pattern的延伸 延伸 OK 好那我们现在 就来 看这个 我们的代码 所以定义一个iPlayer 定义一个iPlayer OK 然后呢 也定义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 是为了来New 这个Player的Adapt 为了 New它 然后呢 我们会定义一个Stab 这叫PrizeStab 定义它 然后呢 来 继承它 然后来实现这个接口 那因为这个接口定义了这三个函数 所以这三个函数呢 都是抽象函数 也可以 再度 重新定义在这里 因为它要去implement它 OK 好 然后呢 它扣过来的时候 它会扣到OnTransact OnTransact 再转扣 Play 跟Stab 那因为 Stab Player都是抽象的 所以呢 它就会再扣到子类 再往子类扣 OK 再扣到子类 OK 好 那么 那么 再来Mider呢 Mider就是 这个 是在 PlayerStab底下的 这个 MP3Mider 那这个Mider呢 就是调用的 这个 播放引擎 所以整个MediaPlayer的接口都被封装在 这个MP3的Player 接下来呢 就是一样的 在AC01里头呢 要写这个Plus-C的类 你看AC01里头呢 首先要定义一个Plus-C类 好 在这里 就是PlayerPlus-C 然后它要implement iPlayer 所以那它也 要implement这两个 三个 三个函数 好那这个 三个函数呢 那这里 透过Player的话 转变成调用IV接口 有没有 转接口 从这个接口转成那个IV接口 从这个接口呢 转成IV接口 OK 好 那这样就扣扣去了 扣扣去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先 这是在AC01的时候 卖的service 卖的service之后 他会把IV接口送回来 送回来的时候 再拣一个Plus-C 把那IV接口塞进去 那么 就可以扣这个Plus-C了 就不用扣IV接口了 所以扣Plus-C的Play 扣Plus-C的Start OK 那这样就 完成了 我们的 这个设计模式了 这个Plus-C的设计模式 所以来再做个简单的说明 这个Player-Start呢 是将这个On-Transact的函数把它隐藏起来 就是把它 实现了所谓隐藏起来的意思就是 让这个子类看不到 让子类看不到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隐藏起来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本来 这个MP3Mind的 是直接要去实现On-Transact的 所以他看得到On-Transact 现在是因为被他实现了 所以扣他扣他 所以你看 这个MP3Mind的 MP3Mind的 只看到了Play Stop GetStatus 等于是看到iPlayer的接口 他看不到On-Transact 所以我们称为 这个On-Transact就是这边的接口 被他屏蔽掉了 被他屏蔽掉了 也就是把它隐藏起来 OK 好的意思就是 让这个底下的子类 看不到 让子类看不到 这是这个意思哦 然后呢 他就让这一个 MP3Mind的 看不到这个 Transact 他看到的是 iPlayer iPlayer 这样的一个新接口 所以隐藏了 屏蔽的 On-Transact的函数之后 MP3Mind的 他就不必去 了解 不用去了解 On-Transact函数了 于是呢 PlayerProxy 跟PlayerStop 就变成两个 遥遥相对 那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CroxyStop的 Pattern 那么他可以把这个 IPC的细节呢 来把它 包装起来 意思就是说 由他 挖出 IPC的call 给对方 那么 从这里才会有 IPC的一些细节 会在这里 涵盖内 涵盖起来 那么 这个client 来call他的时候 不用考虑到IPC 只要考虑到一般的方形call 就好了 OK 所以因为这IPC的通信机制 会随着硬件而都变 所以这个变化呢 被包容在这里头 被包容在这里头 那 所以呢 他们把它包起来之后 那这边 底下 也是提供IPJ 这边也是提供IPJ 这边提供IPJ 因此呢 这个 Pattern Stab 把这一个 复杂包装在里头 呈现了简单的细 OK 他把这个 复杂Dobain 包容在这个 Plasi跟Stab里头 OK 那这就是 我们 在这里谈 这个Plasi pattern 然后呢 Plasi andStab呢 就是 Plasi pattern的一种扩充 那么他就是 用来包 包容呢 在Android里头呢 用它来包容这个 RPC的 很多细节的Dobain 好 那我们现在 继续来看这个 Plasi的 换例3 在我们前面的换例里头呢 那这个AP 这个Client的开发者来 写这个Plasi 我们 在这里头 我们刚刚的例子里头 Plasi是写在这里 Plasi 这意味着 由 这个Client的开发者来写Plasi这个类 那这个类呢 并不是很理想的 使得 这个Client的AP开发者呢 需要有这个 RPC的知识 因为呢 我们的很多的 这个IPC呢 会写在Plasi里头 所以呢 不能达到 未知而易能用 未知而易能用 因此呢 就把它改进了 就把它这边 这个部分呢 是由 Server的人来写 有Server的人来写 然后来提供给 这个 AC01来使用 所以呢 他就可以达到 不知而易能用 就是我们把这个Plasi呢 把它拿过来放在 这个Stab的类里头 然后这个整个两个 Plasi跟Stab呢 那我们就是 由这个 由这一边 的Server的人来提供 不然就是 由Google 由这个中间 平台的开发者来提供 OK 那这个就是 一个 PlasiStab的一种应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由这个开发者呢 来写PlasiA 然后交给AC01 那AC01呢 只是来创建 Plasi的对象 就能够调用 他的IPC的接口 这个时候呢 AC01的开发者 就不必具备有 RPC的知识咯 因此呢 就可以想到 享受呢 不知而易能用 那么 我们再来看 Android的实现 是怎么实现的 OK 首先 定义一个 IPlayer的接口 IPlayer的接口 好 那么 这就是 Interface咯 定义在这里 有没有 定义在这里 然后呢 也定义一个 Stab 来继承 Bind 然后来 Input IPlayer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 现在把Plasi呢 把它定义进来啦 直接就写在 这个Stab 里头 因为我们现在 在表现 这样的一个结构 表现这样的一个结构 Plasi已经不在这个 AC01的类里头啦 它已经跑到这个Stab的 肚子里头啦 OK 所以我们在 写代码的时候就来实现 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看 这个Stab的类 里头一个小的类 叫Plasi 那这个Plasi的做法呢 就是来调用IP接口 这个逻辑呢 大家都通啦 现在只是要把这个 结构呢 让你了解 然后再来 写个Service 可以来 New这个Player的 Adapter NewPlayerAdapter 或者是 NP3Mind 或者这边叫做 这里的是NP3Mind 那这里头是继承这个Stab 因为 上边是Bind 底下是 Stab 那么在底下 才是这个 OK 才是这个 那这个就包装了 所有的Mind Player的接口 都包装在这里头 像这个 有没有 包装在这里头 OK 那现在 这样子OK了 那在使用的时候就交给Knight用 在Knight使用的时候是一样的 他是 把这个 从Server送过来的类 把它写在这里 叫做iPlayerStab asInterface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asInterface 那我们 刚刚呢 在这边 也有看到了 它的一个定义 OK 在这里 在这里 这iPlayerStab 这个 Interface呢 就直接写New Plus 就把它塞进去了 OK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逻辑上很简单 但是结构上 要能够把它离清 那这样子你就 很容易可以了解 到底 这些在做些什么呢 所以在之前的范例 两个例子里头呢 那么 原来是由 AC01的开发者 写Plus 对不对 那么 由这个 Server的人 写Stab 类 那么在这一个例子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例子呢 就将这个Plus Stab 把它两个类合并起来 由那个 Server的人来 撰写 然后才 提供给 Client AP开发者享受 这个不只有一能用 那这种做法的好处呢 是比较熟悉RPC电用机制的专类者 来负责写 这个 就是说 我们可以 这个 把这个 Parsy跟Stab类呢 把它交给 这一个 交给专类的人来写 写一写之后来把它转交给AC01 AC01 OK 这样子 就沾给这个AC01的开发者 这样子 然后呢 之后呢可以 用Android的AIDL的工具 来产出 这两个类的代码 这两个类的代码 那就方便了 所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几种方法 除了我们之前的 用这一个 由Knight来写Parsy Server来写Stab 这是最基本的做法 OK 最基本的就是做法 那么在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合并 就把这个两个合并 那由这个Server来 撰写 然后来提供给Knight用 这是由Server来写这两个类 那这个呢 这样子的话 那么 这个 我们还可以另一种做法 就是把这两个类 这一个 请一个中间者来写 写一写之后 给两边用 给两边用 这是另外一个做法 那甚至呢 像Android的做法呢 就由这个Google 提供一个 AIDL的工具 来自动 产出这两个类 一个给Knight 一个给Server 这样子的 那等一下的换例呢 最后一个换例 就来展示呢 Android的AIDL这个工具 来产出 这两个类 好那这个部分我再讲一遍 OK 就是原来在前两个 换例里头呢 谁来写Proxy类 就是由Knight来写 OK 然后呢 这个 由Server的人 写Server的人来写Stab类 这是 一开始的做法 那么到了 上面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把Proxy跟Stab合起来 那么 由 统一 由Server来写 然后 提供给Knight用 Knight就不用写 再来 另一个做法就是把它两个 把它合起来 然后请这个第三方来写 写了之后 再交给 Knight跟Server 这样子 那再来 第四种方法 就是 由Android 提供AIDL的工具 来透过这个 程序生成器 来产生 这两个类 一个给Knight用 产生Proxy类 一个给Server用 来自动产生Stab类 那这就是更方便了 那先等一下呢 例子我们就来 说明 这个Android的AIDL EXE 那这样的一个 工具 来产生这个Proxy跟Stab类 那我们待会就来看 那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在这边